台中這名醫師心存僥倖 台中市長盧雄爺得知之後 震怒大罵 可惡至極 大台中醫師公會跳出來怒轟 這根本就是害群之馬 外界也擔心這名醫師的足跡 以及是否他接觸完女朋友之後 還會到醫院上班呢 目前衛生局不願回應 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 目前只有規範拘捷者 醫師不再處罰對象無法可罰 不過醫師所屬的醫院 不排除要對他祈出重罰 本土疫情危機尚未解除 台中竟然有人無視防疫規定 連兩天到居檢中的女友家 陪睡過夜 身份還是醫師 這讓同為一屆的大台中醫師公會 也不停跳出來抨擊 所有的民眾應該隔離的 不能再一起相處 這個我想說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們當然對醫師的 這個行為我們也是感到訝異 大家在力挺這個醫護的同時 那出現這樣一個害群之馬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應該 那如果衛福部這邊 如果是查證屬實的話 那我想應該對這個醫師做一個重成 身為第一線醫師 明知固犯 疑解踏罰 害群之馬 不過外界更擔心醫師主席 是否在接觸完女友後 還回到醫院服務 但衛生局以保障各自為由 不願公開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 只有規範居檢者 醫師不在規定內 等於無法可罰 而衛生局通報醫師所屬醫院後 院方也緊急全面消毒 也不排除重罰 不過醫師並非執行醫療業務 不太可能撤銷醫師證書 最重是遭醫院開除 好 剛才我們看到是機關署 最新記者會的現場 現場也有媒體提問到說 有一個跑去陪居檢的女朋友 睡覺的醫師 陳人中也說了 不應該危及到社區的安危 好 現在台中 這些疑似是他在這邊上班的 一個醫生 記者實地查訪之下 幾間醫學中心的周圍 附近的民眾受訪的時候都說 其實心裡還蠻擔心的 就紛紛表示 那醫生應該是防疫最前線 真的不應該違規 這家醫學中心門口 患者跟家屬進進出出 看不出醫狀 另外這幾家 同樣看起來跟平常 沒什麼兩樣 陪應該居檢女友睡覺的醫師 傳出是醫學中心的醫師 附近民眾聽到消息 全都嚇死了 台中各醫學中心 附近民眾人心惶惶 該名醫師也休假 回南部老家 自主健康管理 醫院防疫確實 外傳已經完成消毒 現在都不能進去 所以說他裡面什麼設施 我都還不了解 醫院沒有去醫院 但是我認為在這個醫院 應該也不錯 他們管制方面 應該早有安排了 不用特地去擔心那個 該來的話 還是逃不了 醫師陪居檢女友睡覺 消息傳出 但細節沒公開 醫院附近民眾心惶惶 戴好口罩 請洗手 加強自我防疫 期盼檢驗結果 快出爐 好早日放心 記者烙印良學家是SNG小組 台中報導